自提速降费政策实施以来,三大运营商7月1号之后,都取消了省内流量,统一变成了国内流量,流量资费也降降了不少,给广大用户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。 近日,根据中国经济网的报道,为进一步落实政府提速降费工作部署,满足中国联通移动电话用户出放漫游需求。 中国联通宣布大幅下调国际港澳台漫游资费并已经开始执行,此次资费下调涵盖语音及数据业务, 与英国际漫游资费调整涉及加拿大、摩洛哥、刘尼罗、张国、金、几内亚、贝宁、莫苍比克、伯茨尔纳等18个国家和地区, 平均降幅达到44%、最大降幅达到79%。 215个国家和地区内语音资费在每分钟3元以内,数据漫游资费调整涉及意大利、比利时、奥地利、挪威、瑞典、丹麦、芬兰、斯洛法克、拜地庚、肯尼亚、斯里兰卡、缅甸、老挝、印度、土耳其、沙特、哈萨克斯坦, 并倒倒143个国家地区,平均降幅高达46%,最大降幅高达97%,中国联通在港贸台和174个国家和地区推出自动包天套餐无需订购,本次又新增35元包天区域套餐,另外用户还可以订购高速叠加套餐包。 据了解,此次大幅度下调国际港贸台数据和语音漫游资费是中国联通计去年6月1日下调国, 既漫游资费后,又一次降低国际漫游资费,且资费的下降幅度也是有时以来最大的一次。 以前去港贸台和国外旅游或者出差的时候,很多时候还必须买专门的奖, 后来月宁商推出了专门的漫游包,但是每天的资费都很贵,连同现在推出的这个价费政策,可以说是真正悔及人民了。 给赞,T-A-G-E-N-D,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给赞,T-A-G-E-N-D,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的关系。 给赞,T-A-G-E-N-D,The E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的内容, 感谢观看